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玩遊戲了 各位 福袋時間 得獎的是 你很緊張 我很緊張 每一組三十秒進行 你哼 我猜大對抗 現實內答對最多題者獲勝 給指定座位 三十秒之內看就當最多 越多題是不是 計時 計分 預備 怎麼累啊 怎麼累啊 好 我要站到中間 海產類 好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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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產類 天啊 準備 計時開始 螃蟹 對 用烘的嗎 哈哈 香魚 哈哈 PASS 鮭魚 好難喔 鮭魚也是 哈哈 海產類 海產類 可惡 再一次嗎 透抽 透抽 可惡 你猜對了 海產我不行 他想透抽啦 對 透抽 這個鮭魚可惜了 菜市場的蔬菜類 蔬菜 蔬菜你熟可以 蔬菜好像可以 可以嗎 計時 計分 預備 開始 PASS 同・虎 同胞 同胞 有醜嗎 香菇 再猜 東瓜 時間到 我以為是青椒 青椒 青椒不是啦 太難了 對啊 是假的 對不起 沒得選了 可以 這個呢 在哪裡呢 在米辣 米辣 黑白切 黑白切 你會講 黑白切會看得到的東西喔 等一下 那你要講台語還是 那就可以喔 就看默契啊 就看默契啊 計時機分開始 這黑白切是看到的 哪有這個東西啊 豬肺 豬肝 漂亮 彩帶 漂亮喔 不行 對不起 抱歉 是乾淨 乾蓮啦 不行 來 黑胡椒 黑胡椒 黑白切一定有鯊魚菸啊 鯊魚菸 鯊魚菸好吃喔 兩題 兩題都贏啦 兩題都贏啦 你們決定位置 誰做第一個 不會啊 你答題完 你可以把前面的先答完 可以 好 一 誰做二 老師做二 謝謝 羅鈞鴻 那是夫妻檔做二 對 所以管小慶 他們壓軸 壓軸喔 來 新功力 機會賽 請坐 大家好 我是你研究員 蔡上華 進入到我們的機會 與命運賽制 提醒大家賽機會賽 分成三個回合 坐在機會區 努力成為大體英雄 而在命運區 決定的是你們的獎金 最後只有 一組贏家 請開夢幻大門 這一集要送給大家的禮物 包含了空氣清淨機組 還有進水家電組 以及家庭電動桌遊 再十萬大獎的部分 是運動輸壓儀 二十萬大獎 則是家庭劇院組 希望大家今天都有機會 能夠把我們的獎品 給帶回家囉 準備出發囉 第一回合三分鐘 準備答題 把握答題節奏 無一配準備 請出題 日本女性的音頻高峰 是歐洲女性的兩倍 聲音科學家指出 日本女性提高聲調的原因是 A為了要尋求他人的保固 B為了吸引別人注意 我的答案是A 準備 漂亮十六秒 怎麼猜的 我覺得日本的女性 還不想吸引別人注意 也不是 我覺得其實日本人普遍 他們都是生活比較低調的人 可是日本的女性 因為他們的講話會比較細 比較軟 所以會有一種 會想要讓男人保護他們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一種 聲音的 帶出來的 自然而然會發出的這種聲音 比較細軟 然後會 真的會讓男生 就會比較嬌弱 沒錯 特別需要保護 沒錯 而且日本很多家庭都是 結了婚之後 大部分的女生就會回歸家庭 就不會出來工作 所以其實在交往的時候 或是認識異性朋友的時候 我曾經聽我日文老師說 他們去喝酒 一群女生去喝酒的時候 就是那些女生都很會喝 但是只要有一個男生來就 不行 喝醉 是真的 突然很醉 突然很醉 請介紹 好厲害喔 你知道他們做了一個研究喔 在全世界呢 講話的音調最高的呢 就是日本的女性 而且他們的本音 其實並沒有這麼高 那他們的聲彈也很健康 也可以發出比較低沉的聲音 甚至也在泡沫世代的時候 這些日本的女生 他們是可以用比較沉穩的聲音 來講話的 但是到了現在 他們的講話聲音會越來越高 那其實很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想要展現女性的特質 感覺會比較可愛 也在社會上的氛圍 要求女生要感覺 比較可愛一點 所以他們會用這樣的方式 來講話 尋求異性的保護跟認同 但是不只日本的女生喔 其實日本的男生 特別是年輕男生 其實他們現在講話的音調 也是越來越高了 你怎麼曾經去 在日本消費的時候 聽到店員 只要一進去 店員都會用很高吧 都會 歡迎 一定要拖這個尾音 妳那是我爸講吧 沒有 是真的 你只要去消費 尤其是那種大阪的那種街頭 那所有的店員都 歡迎 請請 一定要這樣子 洗杯準備 洗飽加油 可以給我多一點提示嗎 最少一百最多一萬 一萬 放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邏輯正確 方向小偏 運氣不錯 五千元 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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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出 下禮 新的社表示 用詞習慣能夠判斷人幾關系 請問常說什麼 口頭纏的人比較擅長社交 A 說實話 B 有可能 我的答案是A 說實話 說實話 你為什麼有卡詞啊 因為我在想你 所以不要這樣 不是 因為你的口頭禪 有一個就是說實話 說句實話 或是說實話 我常說嗎 你常在一個句子的open 說實話我很少這樣講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這種感覺 說實話 我真的不記得我說實話 真的嗎 你很常說說實話耶 真的嗎 真的 沒人跟我講過耶 請揭曉 是有可能 其實誠哥在我節目中呢 也是一個非常善於社交 而且社經地位很高的人 其實我覺得他也滿常會說 也許吧 有可能 這樣的一個用語 有時候我們問他問題的時候 他可能也會說 你這天有沒有空啊 也許吧 就是讓自己的人生呢 有更多的可能性 開放性 有更多的機會出來 所以這樣的人呢 他通常在這個社交手腕上面 是比較圓滑 而且呢 比較常會去 出去跟人家一起 社交的這些族群 那道士呢 在講話的時候 常常會說 說實話 說真的 老實說 這樣的人呢 他通常對自己 並不是這麼有自信 所以他用一些非常加強 然後呢 這個語氣很重的詞語 來讓大家覺得 對他說出來的話 是幸福的 裸中準備 請自己 大家自然的聲音 可以幫助人們放鬆 研究發現 聆聽鳥迷 能夠降低人的哪一種狀況 A 自私 B 偏直 我的答案是 B 鎖定 鳥叫聲 可以降低人的什麼 我自己 很常用那個 大自然的聲音去做 專注 就是說我們要 專心寫作 專心做工作的時候 會放一些自然的聲音 那我覺得 這些自然的聲音 會幫助我說 可以 比較不會那麼容易 鑽扭腳尖 然後放開一點點 什麼 蟲鳴鳥叫流水聲 這一類的 對 所以我想說 鳥叫聲應該跟這些 自然聲音 是相近的 所以我想 我的答案是B 菁姐叫 拜託 恭喜 漂亮 好 各自研究發現 當我們有時候 在這個 一般的高壓的工作環境 很容易會陷入一種偏直的狀況 你可能會因為 會在這都市叢林裡頭 就是很容易鑽扭腳尖 但是聲音可以拼覆我們的情緒 特別是聽到鳥叫聲 而且不管是哪一種鳥名 不同種類的都一樣 但是當我們聽到鳥名的時候 你會全身心突然有一種 好像來到大自然的感覺 所以你的壓力值 會比較被釋放掉 同時你會整個人偏執的情緒 也會大大的降低 抑鬱的指數 也會下降喔 慧琳姐也準備 請問在不能提示的位置 請選擇 五千元 羅軍用準備 請出下一題 科學家研究發現 比起古典樂 鯊魚 更喜歡聽爵士樂 請問原因是什麼 A 像魚群的聲音 B 像海流的聲音 我的答案是A 組定 怎麼猜的 爵士樂比較 比較隨性啊 然後有很多即興的橋段 那我覺得海流的話 相對而言的話 可能比較有規律 那魚群的話比較隨 就是比較隨性 所以我想鯊魚的那種狩獵本能 讓它愉悅的那種感覺 可能比較強 以上是我的猜測 親一下 漂亮 漂亮 有可能 好 鯊魚在大海當中 它搜尋這個獵物 除了是靠血腥味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接著它的身體還有兩條側線 這個側線是可以感覺到 聲音還有這個水的這個震幅的波動 那你知道嗎 他們就放了不同種類的音樂 結果發現鯊魚 他們最喜歡往 放爵士樂的方向游過去 因為那樣的一個震波 讓它感覺起來的 很像是魚在垂死掙扎的聲音 所以爵士樂對於鯊魚來說 聽起來就很好吃 一萬再無法提示的位置 好了 請選擇 邏輯錯誤 真的 一千元 我說無法提示 如果就有準備 好 見出賽理 年底將至 計劃出國跨年的 遊客純水運動 根據旅遊平台統計 台灣旅客最想去哪裡跨年呢 日本東京 泰國曼谷 我的答案是A 準備 這種題目 多想去啊 對啊 借理揭交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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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 可... 哎呀 这体质 我们最想做现金 好 刚才从开车上面 公布了一个数据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订购海外商品的预购量 比起上个月已经增加了四倍之多 大家现在都蠢蠢欲动 很想等着廉价之后 要立马出国去爆满一波 那如果以现在预购的这个时间 的档期来看 最多人是想要 跨年廉价的时候出去 或者是农历春节的时候出去 虽然价格比较贵 但是总之已经不在乎价格了 那如果以这个 想要出国的城市来看 第一名是泰国曼谷 再来是巴黎 第三就是日本东京 而大家想要去曼谷 其实不是很意外 因为泰国开封的时间比较早 再加上这个 想要去的时间冬天嘛 比较冷到泰国至少也没那么冷 第三的是 他们其实这个东南亚 他们很喜欢过节 也比较热闹 所以会通常规划一些 比较温馨 有气氛 很热闹 喧腾的那一些 跨年的派对跟活动 才会让许多的游客趋之入 换尼达 加油 好 请出题 台湾的中元节要拜拜 而日本中元节则是有互相 送面线的习俗 请问这有什么含义呢 A 祝福长命百岁 B 和对方的缘分长久 我的答案是A 索丽 你是猜的吧 猜的 但我觉得面线好像就是跟 送面 跟生日啊 跟这种祝福是有关系的 来 请揭揪 有没有 特席 好 在台湾呢 中元节我们通常都是忙着要拜拜 但是呢 在日本中元节是忙着送礼 那其实呢 来源是同一个 都是渝兰盆节 那对于早期的日本人来讲 他们呢 在这个敬拜完神明跟祖先之后呢 就会留下很多的贡品嘛 那这个贡品消耗不完 所以他们就会干脆把它 挨家挨户的送给一些亲朋好友 才开始有了送礼的这个习俗 他到底要送哪些东西喔 事实上呢 他们在这些时刻呢 很常会送肉干啊 和果子啊 或高级的水果啊 不过同时他们也会送面线 代表呢 两个人的缘分 都能够跟面线一样 长长久久 吴依佩 准备 借以助理 今天期刊指出 购物前如果先喝了咖啡 会导致更想买哪一个 类型的商品 A 享乐性的产品 B 食用性的产品 不一定 我的答案是 我 我 A 鎖定 这题好难 我没有想法 这完全是个人对咖啡的观感 每天喝完感受不一样 对 因此你是放松的那个人 我是 因为我是一定要喝咖啡 每天一定要喝咖啡的人 我没有喝咖啡会头痛 可是喝了咖啡之后 会让我整个人很放松 我是需要靠咖啡来 唤醒一天的人 所以如果我喝了咖啡 我就会觉得很放鬆 我就会想要买 享乐性的产品 可是我刚卡住的点是在于 可是每个人喝咖啡的 有些人可能是要 所以可能要买 使用性 这题超级难 但我好想知道答案是什么 这题好难 好 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咖啡当中的咖啡音 很容易让你整个人亢奋起来 因此你就会更倾向 多去买一些享乐性的产品 反倒是低享乐指数的这些产品 一些生活日用品 它的差异并不会太大 但是比如像香氛蜡烛 香水 这些你平常可能 不会头脑一热就想要买的东西 就会在喝完咖啡以后 比较容易会冲动性购物 但是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准确 如果你平常是一天当中 喝两杯咖啡以下的人 偶然喝了咖啡再去逛街 比较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如果你已经是重症 爱喝咖啡成瘾的人呢 那就没有什么差别了 用来 一百到一万 一万 放在 不能提示的位置 请选择 很有意思 逻辑正确 方向错误 一千元 请出现 大拇指 重复弯曲 我的答案是B 锁令 谁不知道谢谢是这样子 那会不会就是跟刚刚那个 日本跟泰国一样 不同国家的是不是手与打法不同啊 手指 右手手指并拢拍胸 怕啊 或紧张 担心啊 因为这个就是像一个人这样在敬礼 对啊 就敬礼啊 所以 谢谢是全世界共通的吧 不是耶 其实全世界的手语 不是共通的 我以为 对 为什么不统一呢 其实有一个统一的就是国际手语 它就是为了让世界各地 在比赛中可以交流 差别很大吗 是满大的 来 记住 这个送分级的 恭喜 还好 还好 送分送级 一万放在 不能提示的位置 请选择 恭喜一万元 恭喜 恭喜 请出下来 美国曾经研究狗狗行为能力 请问当狗狗面对食物跟遇难的主人时 他会优先选择什么勒 A 拯救主人 B 去吃美食 我的答案是 B 去吃美食 你真的这样 你真的 真的要这样选择吗 为什么我会这么选择 是因为我曾经访问过一位 宠物行为学的老师 她说其实很多我们觉得 宠物是好像很爱我们 所以会扑过来 或怎么样 没有绝对的忠心耿耿 完全不是这样子 美食当前没有争吵观念 没错 你如果真正知道 他心里的这个做这个行为 是代表什么 你会活不下去 主人会活不下去 不能面对 我不能面对 你会觉得说我的宠物好想我 所以来迎接我 不是 她只是想要 她饿了 你早上给我放饭 那种感觉 请接着 可以 可以养狗 所以是我们可以养狗的意思 我们知道 好 美国这个研究 听起来就没有这么感人了 他们就说 结果让狗狗 寻找自己的主人 然后主人躲在一个 它其实是很轻的一个箱子里头 大声呼救 多半狗狗都会赶快来找主人 然后把主人成功救出 但是如果你在狗狗面前 把这个食物放到箱子里头 然后让他是不是要去 把这个食物给拿出来的 往往这个时候 他们会成功的机率就没那么高 可是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狗狗来救主人的时候 主人也会自己自救 所以就很容易 就会从这个箱子里头出来 但是狗狗没有那么的厉害 去把这个箱子 研究出打开来的方式 拿出里头的食物 所以成功的机率 才会比较低啦 如果最终的准备 请出下语 日本圈圈的专家 指出了几个打扫房间的庙舟 请问怎么做才是比较正确的 A 干抹布擦地板 B 晚上才打扫 好有趣 我的答案是B 锁力 干抹布擦地板 那不就是成都飞扬吗 我在其他擦地板 都是用湿抹布啦 因为比较能够把一些东西带起来 但是我在想晚上才打扫这件事情呢 这个应该跟反光之类的有关 反光 惨了 我现在脑袋好乱 就是可能有很多原因啦 就是晚上的时候可能已经 尘埃落定了 这个时候扫可能比较 就是一种 那我刚刚想的时候 你一个哲学家 那我刚刚一开始想 晚上真的还那么低 因为白天的时候 白天的时候 怎么讲就很多反光要干嘛 然后有时候会看不太到 到底什么东西在哪里 对 反而是用那种灯光 比较能够聚焦 然后比较好 比较好看 你现在你都擦地板的时候 你看半天然后斜一个角度 方车子洗车打蜡的地方 那个灯管是一根一根 有没有看过那种洗车打蜡的地方 很亮 那灯管起码有几十根在那边 就是要看反光 看一个角色 两个角度看一下 请介绍 讲半天 可是怎么可能是干抹布呢 好 告诉大家 这个正确的清洁方式 其实最好最好是干 湿 干 因为你如果是直接 用湿抹布去擦的话 有很多的这些灰尘细菌 垃圾 所以你用湿抹布一涂开的时候 反而扩大了它的扩散的面积 所以你会把这些脏物 带到更远的地方去 但是你先用干的擦 先把一些比较大的这些东西 给擦起来 再用湿的去把这些 比较顽固的灰尘给擦干净 最后再赶快用干的再擦椅地 至少它就不会再让它成土 非常这么的严重 可是还是有点要跟大家 特别提醒 就是事实上在我们打扫完之后 很多地上的灰尘都会扬起来 大概主要是弥漫在离地表 这七十公分处的这个位置 所以切记其实你打扫完之后呢 最好是离开家里一段时间 才不会在那边吸一堆脏污 那晚上呢 如果你睡觉前打扫了 它脏污正好仰起来 而且在七十公分 跟你的床差不多高 所以等于就躺在那里 一直在吸那些灰尘 所以晚上的时候就不要打扫了喔 想不到吧 管晓信 你还有机会答到最后一题 想不到吧 待会秒答 因为十三秒很赶喔 好 谢谢朱佳麟 我的答案是A 准利 时间刚刚好用啊 非常好 为什么不猜B啊 我觉得也有道理 但我只是在想说 通常他们可能在预算的分配 它很可能在于是 你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 你备受重视有多少 所以很容易会 不只是拿到实际上的钱 也可能跟地位上面是有关系的 这个是我的猜测 希望你是对的 来 请揭奏 就你们还没开张呢 最后 最后是 所以其实工作的时间 越拉得越长 或者是你让自己的工作 这个越忙碌 它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 因为事实上呢 当你处于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 你可能人会比较忙碌 比较疲惫 比较想睡 比较累 那通常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就会很容易让你的情绪 相当地紧绷 因此呢 就很像是一个 已经灌满气的东西呢 很可能一根针 就很容易让你扎破了 所以在让你处齐发的状态之下呢 再去做一些 与人交流啊 人际关系的事情啊 反而对于你的工作 并不会有太大的好处 第一组一杯阿琪 这个女神的组合 一万六千元 罗军红 徐慧玲 这夫妻档六千元 第三组 淡薄名利还是零 要不要换人 管小庆起立 廖小彤换 来 这一回合 达立拳转移到吴依佩身上 走过来 下次还有通通 我想再看到你 我想看到你 我想要看到你 要哭啦 看到你二公斤 就是现在 扣扣就站在这里 你处勾公公的手走路正常吗 假設我有媳妇了喔 我是OK的